哈喽大家好,我是幽灵 今天咱们来看看网友投稿的素材 这位网友非常有想象力 首先咱们得创建一个飞行员 这一身的形头都是按照提供的数据搭配出来的 飞行员的帽子,素材库里本身就有 上衣这里用到的是西部服饰的一个混搭效果 裤子和靴子用的都是TABG的素材 整体形象看起来还是非常舒服的 人物的武器是喇叭枪 子弹更改为了死亡之眼 技能是剑尸格党 海盗梯和气球背包 数值方面血量700 重量10倍 攻速2倍 其他保持默认不变 飞行员有了 自然还要有载具 所以要把迅猛龙改造成飞机 武器左右两边都使用风扇盾牌 技能方面是乌鸦翅膀 炸弹飞炫 铁骑兵冲锋 牛头人冲锋 悬浮技能2个 死亡炸弹6个 载具的数值是血量1000 尺寸1.2倍 重量10倍 其他保持默认 然后把这两个角色叠加就OK了 现在进入实战演示环节 两个冲锋技能还是非常关键的 一上来可以先手攻击 而且伤害也不低 风扇盾牌攻守兼备 另外还可以和敌人拉开身位 这给死亡之眼的射击 也提供了非常便利的条件 接下来咱们去挑战50名盾斧兵 主要是看看迅猛龙死亡以后的自爆效果 这款人物非常具有想象力 它所带来的不是一种爽快的打击感 而是一种创造力 最后咱们来玩一玩团战 十架土制战斗机 对战十名宙斯和五辆神机剑 机动力太高了 刚好一波冲锋躲过了神机剑的剑语 这一波如果被击中 肯定要被干掉一两个 宙斯现在是抱团取暖 他们逮住一个就集中攻击 但是迅猛龙身上是有两块盾牌的 这盾牌不仅可以防御雷电 风扇在近身搏杀的时候 伤害也是不小的 虽然丢炸弹的技能触发的频率不是很高 但是在被集中攻击的时候 使用这个技能还是可以达到脱身的效果的 即使载具被损毁了 也有自爆的效果 而且飞行员还有一定几率是存活状态 人物叠加了好处就显现出来了 现在就剩下一名宙斯了 他已经被包围了 这是谁啊又抢人头 一个身影过来就把宙斯给带走了 我是幽灵 咱们下期再见